凌晨三點多 夜市都已經打烊了 一名男子頭戴安全帽出現 鬼鬼祟祟 還拎著一袋東西 在攤位內到處亂灑 大搞破壞 隔天麵攤準備做生意 看傻了眼 桌子地上全是明紙 木板被噴漆 寫上桑字 誇張的是 半個月後 攤位又被破壞 我還要炒菜 我要怎麼做生意 都影響到我 整間的湊訊 我電風站就一直吹吹吹 昨天我一整天都沒生意 都沒客人過來 被他影響的 我氣死 釋放在台北市萬華華西街夜市警方調查發現 嫌犯被害人十年前在家海產攤工作 兩人時常起口角 最後都被老闆開除 嫌犯氣不過 十年後再復仇 依恐嚇灰存在送辦 承顯表示與被害人 郭敏 系前同事關係 因先前有嫌隙 懷恨在心 顧錢來噴漆 撒名紙及倒廚語 執政回被砸的麵攤 最近也發生租位糾紛 市場入稽查 確實有三次轉租情形 疫情影響華西街人潮 比起以往少一大半 現在又有人來搞破壞 讓攤商們更加頭痛 近新聞專輸 顏凱旭 另一旅行 你能奘 自然 右旅行 您認識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